好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美中站在对立面很久了 这时的美国痛失大单 现在航空旅游业复苏快速 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国航南航和东航 联合大手笔采购292架飞机 他们这个大订单总值超过370亿美金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所有的订单都给了欧洲的空吧 那么使得波音一张单都没拿到 美国波音在知道这件事之后 发了个声明说 这是地缘政治分歧 导致波音痛失长久以来 中国这个大客户 波音强调将敦促中美双方对话 缓解情势 随着全球各国逐渐把疫情视为常态 并且开启国门 航空业终于等来春天 中国大陆三大航空公司 在本月一日抛出372亿美元的飞机大订单 更为航空业注入强心针 而这次交易也是三大航 有史以来飞机采购的订单当中 数量最大 包括订单金额最高的单别订单 其中东航单独购买100架 数量最大 国航与南航则分别购入96架 但这比总共292架飞机的采购 中方全部都买欧洲的空中巴士 A320内有飞机 美国波音连一杯羹也没分到 但中方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 才刚买下290架空中巴士A320系列 与10架A350系列客机 美国波音却是从2017年10月以后 就不曾再有来自中方的订单 今年5月南航甚至还取消了103架波音737 MAX订单 中国大陆民航局则是趁着2018年印尼失航 与2019年伊索比亚航空等两起空难 引发的波音737 MAX全球停飞风潮 至今仍未批准境内737 MAX商业航班的付飞 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 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 美中贸易战从2018年爆发至今未能缓解 也难怪波音公司直言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分歧 才让美国飞机出口受到限制 强调将会继续促请中美两国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 让飞机订单和交付尽快恢复 实际上这一次这个订单的形成 我觉得是对中国关系是一个正面的促进 因为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关系也面临着一些复杂的声音 甚至的影响了我们这个企业个人 对中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一种这个信心 欧洲空八则回避地缘政治话题 仅强调订单显示出中国客户对空八的强大信心 以及中国航空市场的积极复苏 可以说是一个补偿性消费吧 因为在整个疫情日有多多的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说航空公司很难来决策购买 在此时此刻航空公司搭手笔来购买相关的机型 其实是一个对市场倾心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对于中国大陆民众来说 尽管因为疫情反复与动态清零政策 不少地方仍然间歇性的封闭管理 但是被关久了总是想放飞自我 就算无法出国搭飞机去趟海南 或者在境内走走也多少过过瘾 肯定挺开心的 小朋友可高兴了 因为他第一次乘飞机去外地玩 中午12点多的那个三样航班 合作率的话是90%以上 那个因为旅客需求比较大 市场需求比较大 所以是票价接近全价 包括北京成都与深圳等热门旅游地点的机场 近来都涌入不少在国内啪啪走的旅客 中方这次大手笔订购空八A320密偶飞机 属于单走道的载体客机 主要就是满足中国大陆境内航班的需求 至于一个多月前才刚在上海完成首次试飞的中国自产客机 C919也属于载体客机 未来能否取代空中巴士与波音 成为中方国际航空的新欢呢 由于C919还不具有商业飞行资格 而且预计要到2025年才有年产50架的能力 再加上官方声称 飞机订单总量已经高达1015架 想抢波音或空八的客户可能还得再等一等 TVBS新闻综合报道